那接下來呢是文藝金像獎專題 今年第56屆文藝金像獎 一軍,你有準時收看嗎? 學長有,學妹整場直播從頭看到尾 只能用目無轉睛來形容 現場還有我們空軍虎團的表演 真是太精彩了 是的,其實今年的節目 還有水分子樂團和幾位勵志歌曲獲獎人 一同來演出哦 那一軍,我來考考你 今年的文藝金像獎主題是什麼呢? 學長我知道我知道,是文藝修身 五倍畏國,對吧? 哎呦,真不愧是優秀的學妹啊 除了得獎者各類優秀的作品外 頒獎典禮上還有許多的亮點 那我們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跟著鏡頭 一起來看典禮的盛況吧 一個人,一輩子,一件事 即便輸了,我們也會把眼淚擦乾 一起努力 把握每次飛行,朝夢想前進 全力以赴,實現夢想 你沒有更輕鬆的工作 我去選擇國軍 為什麼? 又到了每年國軍藝文人才 匯聚的重要時刻了 允文可以養心 允武可以養力 文藝修身 武備畏國 國軍文藝金像獎 不僅是孕育軍中藝文的搖籃 培養出許許多多 優秀的國軍藝文創作人才 更對於凝聚部隊向心 一陣軍心士氣有著具體的貢獻 在頒獎典禮上 我們可以感受到 所有得獎者身上所散發的 允文、允武、光芒、四射的軍人特質 國軍文藝金像獎 今年已經來到第56屆 由部長邱國正親自主持 大家用藝術 重現國軍建軍備戰 與防疫救災的成果 更透過藝術 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國軍 支持國軍 接下來就讓我們穿梭時空 一起來回顧 國軍文藝金像獎的歷史 民國38年政府破千來台後 深知建立民心士氣的重要性 因此發起軍中文藝客男運動 這也就是國軍推動文藝活動元起 自民國39年起 國軍開始透過軍中報刊、電台 邀請這名學者作家 以座談方式指導軍中愛好文藝創作的官兵 從事文藝創作 更在民國40年 號召國內藝文界大師走進軍中 隨著藝文創作風氣的盛行 民國54年 國軍在北投赴新鋼正攻幹校 召開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 當時廣邀軍中與文藝界六百多人與會 會議通過了國軍文藝金像獎設置規定 正式決議舉辦國軍文藝金像獎競賽 從此開啟了國軍新文藝活動 綿延至機 時間拉回到現在 今年國軍文藝金像獎 以熱愛國家全新守護作為征選主題 對象區分為國軍組、社會組 共計五大類十五項的征選類別 其中美術類有國畫、書法、稀畫、漫畫、攝影等五項 而文字類則是報導文學、短篇小說、短篇劇本等三項 多媒體類則有微電影、形象廣告、軍事新聞報導等三項 讓不少參賽者大展身手 還有不能錯過的設計類文創品設計、軍事模型設計等兩項 特別的是未響應網路社群創作趨勢 文藝金像獎在音樂類 還戲分為軍事歌曲、勵志歌曲等兩項 現在就讓我們欣賞頒獎典禮當天得獎的勵志歌曲 也聽聽他們創作的心聲 首先出場的是大家都不陌生的水分子樂團 來 面向陽光 抬起胸膛 就不怕隱隱在前方 你讓我安心 讓我知道 這趟旅程有你 偶爾失去方向 偶爾失去方向 但我從未害怕 因為有你指引給我力量 有你的顧目光 偶爾迷生 也可以快速回航 我們大聲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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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目標就用力去撞 你說 人生很短至少我們 不怕憂傷 不怕憂傷 中風破冷 有你我 不慌不忙 洗手並肩 不怕輸在是贏家 只要盼望 就有希望 即使上演 是值得喝彩的選擇 剛才寫這首歌 所以我那時候是看到了一部 就是海軍的電影 然後我聽到 依晴寫給我的曲的時候 我馬上就 哇 想到那個電影的畫面 然後我就想到那個海軍 然後我馬上就給這首歌 差不多花了一個小時 就把它磁械完 然後我就把它命名為 乘風破浪 大家好 我是陸在折舟旅 工兵聯 眾位佛王長 崇和靜 為大家打來這首 Yes We Are One 曙光照亮 每個徹夜 堅定的守候 夕陽銀花 鼓手家園的承諾 夜幕變紙 勇氣信念的感動 我平常就喜歡唱歌也喜歡寫歌 那這次的歌曲融合了學長還有我官兵弟兄姐妹們的聲音 想要主要表達的就是 部隊與民眾不管遇到任何問題都是一起的 Yes We Are One 與我們的時代 無趣而勇敢 和你一起 Yes We Are One 大家好我是陸軍司令部的石薇俊 這首歌我用了很多的一個轉調的元素在裡面 那麼用一個搖滾的方式來呈現這樣的歌曲 那麼主要是在表達每一個官兵弟兄只要在自己的崗位非常有自信 而且非常認真負責在自己的崗位上面努力的去保衛國家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英雄 擁抱著只有的風 如果可以那就別想太多 梦懂變成熟 可能牽牌要點手 可是看見你笑容 就足夠 看見你笑容 我就足夠 汗水從廉價滑落 我想要對自己說 一定要做自己的英雄 勇敢動數秒輪廓 讓笑容垮滿天空 你讓我更有力量求 算得要都不誇張 不論在什麼時候 你總是會陪著我 前方還有很多 快樂難過我們一起走 早好 我是新年日報 少少西紅光紅眷友 希望在疫情逐漸解封的當下 大家都能夠逐漸找到微笑的力量 驅逐漸 遙迫過去那些悲傷的情節 迷迷過去那些悲傷的情節 情盪 聽音中的喜劇反覆上演 cremao 頭出現 迷紅眷眼 尼光側遭 grief 一共還是得距離到底多遠 從今以後 我不想瞭解 星星为你点亮 海水为我歌唱 没有恐惧不再彷徨 微笑带来力量 太阳绽放光芒 一风也要飞翔 有你们陪在我身旁 呼吸的是同一个鼻息 自由是回忆信仰 卸下包袱大声唱 这首微笑的力量 主要是我在疫情期间所写的 那主要的用意是希望人们 可以透过这首歌来找到 他们一个正向的力量 在自己的一个出发 那这首歌在设计部分 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采用男女合唱的方式 那希望透过不同的声线 去堆叠出更多重 丰富的一个性感 让他的声线里面 可以产生出不同的一个韵味 真的是太好听 太振奋人心了 居民一起合唱的氛围令人动容 居民本就是一家亲 这次军事歌曲 励志歌曲得奖的 还有社会组的常客 南山中学 他们的指导老师洪玉京 不但专业也很热心 对全民国防的投入 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老师好 你好 你好 老师呢不只是 享誉盛名的声乐家 而且呢最让人佩服的是 老师常年都支持 国军的艺文活动 然后带领了许多的青年学子 一起投入军事歌曲的创作 那让这个全民国防的理念呢 也可以在校园里扎根 所以在这里就想要特别请教老师 这些年代里学生投入国军艺文创作的心得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国防部有办美声响宴 然后有一次我在唱美声响宴的时候的 Uncle Peace 我记得是国家 但那一年呢 我们就在唱那个国家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歌曲其实是能够升职人心的 当然你唱一个歌曲的时候 通常我们起了第一句 大家心里就会出现第二句 这首歌是这样子 没有过哪里会有家 是千古流传的花 所以当大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 你心里是热血奔衡的 你是非常有感觉的 那尤其是唱到副歌的时候 国家 国家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哇 那个爱国的情操都出来了 那一直唱到 就在那晴天白雨下的时候 其实你会感觉到 在你的心中 那个种子就已经种下了 因此我就决定要投入这个军事歌曲 以及励志歌曲的创作中 然后让我们心中的种子发芽 又洪老师的带领 相信南山中学的校园 一定是处处柳营声歌 充满朝气 我们也期待这一颗颗一粒粒 全民国防的种子生根发芽 在社会各角落开花结果 好的 我们另一组国军得奖的团队 大家最熟悉的乐团 空军七连队的虎团也来到了现场 一起用心聆听他们今年的创作曲 Fly into the sky Fly into the sky Fly into the sky I always got your bed 只要用动力前进 没有恐惧一直坚定 你风都不再试 Zo I Fly into the sky 国军机上讲音乐类的部分 我觉得国军组表现特别突出 甚至比社会组来得更好 所以看得出我们的国军的这些朋友们的音乐的素养非常的高 那我可以说是允闻允悟啊 真的是他们是允闻允悟 那里是新的方向 就在前方道路上 不畏惧任何害怕 你就是唯一信仰 天空为何令人向往 到处充满期待和渴望 那里是新的方向 就在三万英尺之上 Fly into the sky 俯重的姿态 把所有阻碍都推开 现在已经什么时代 自在作为最强的时代 刺开放着梦想的纸袋 I gotta fly 强大的能保护我的挚爱 曾经用武装我自己 曾经也做错过事情 曾经的回忆在栖息曾经也必须的清醒 只要抬头望向天空 只能看见光的源头 这视野很自然很自然 也好一阵子没跟大家见面了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我们也创作了新的一首歌曲 叫做 Flying to the sky 很高兴能够在这一次 文艺金像奖里面获奖 那这首歌主要跟上一首歌的 藍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藍天主要是叙述 飞行员的梦想 那这首Fly into the sky 我们加了更多 更多不同的元素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守护的人事物 不管是家人 朋友 爱人 甚至是这片土地 假如牛逸从军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让我们一起Fly into the sky 这么令人陶醉又满在励志的声音 您是否亦有未尽呢 军中艺文高手的水准 一点也不输给民间 而且他们都是利用辛苦的 战训之鱼集合团练 希望为渔区带来士气与温暖 唱到这里 刚好接上我们的护杖声歌 下半场还有其他奖项的报道 一样精彩 待会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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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